大家好,我叫刘晓娜 西安外国语大学自考本科一业 09年开始学习全人心理学 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心灵成长 今天来到菲尼莫署的舞台 希望找到一份人力资源管理 或者是各位老板认为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 菲老师,你好 我等你等很久 是吗 对,那个晓娜她以前做过很多工作 她做过普工,做过幼教育,做过销售 另外呢,她的人生经历里面也 她曾经试图过自杀 有个这样的经历,其实没有关系 我大三的时候我也想过自杀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心理走出来的人呢 她一定会心理更加强大 另外呢,她有一个特别的特点 就是她看人非常的犀利 小娜今天会告诉大家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病 对吧,只是病的轻重问题 小娜会证明呢 不仅每人都有病 是吧,老板病得更严重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先问一下 为什么是自考本科,一夜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心理问题比较严重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 实在学不进去了 小时候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母亲跟我爷爷 他们之间经常打架 有暴力事件 我母亲有过自杀 有过离家出走 对,对我影响比较大 生活觉得很累 什么都不感兴趣 找不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后来你在一夜之后就去学习心理学了 其实是在学校期间接触了心理学 然后当时家里也没有钱 然后就自己决定出去打工 然后继续学习处理问题 学的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 自己克服了吗 对,我自己的问题现在处理的差不多了 你有想过考心理医生执照吗 我想过 其实这条路是最直接的道路 但是我没有大学毕业证 我考不了 所以说你现在来找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希望把自己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所得来运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他对各位老板的判断 以及相应的治疗方式 也可以分析我 没有关系 那就先说陈总吧 好,先说陈总 陈总的压力是最大的 然后陈总脾气比较暴 然后他经常会去克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确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也不想去 让这种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我为什么压力大 要说 就说我们是直接追溯到原生家庭的原因 你跟你父亲的原因 他本质上是比较缺爱的 就是由他父亲那边 情绪 那个 其实说什么想到我 一开始提示你 缺爱,所以呢 你先听他说完 第一,称号是压力大 对 本质上缺爱 对 缺负爱 对 然后呢 用什么弥补呢 用金钱弥补 用金钱弥补 所以比较土豪 然后呢 每次捋头发都是在克制情绪 以及打孩子的克制是吧 对 我这上面是这样写的 这是你说的吗 对 这叫打孩子克制的 你 其实你知道打孩子不对 但是你有打孩子的冲动 从来没有 他从没打过 这个我 对 他从来不打 我也没有这冲动 一点都没有 对 他从没打过孩子 我们俩生活那么长时间 我这个我知道 我没有说他打 就是因为他做教育的 他知道打孩子不对 所以他一直在克制 我都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就是小娜 你怎么就通过什么方法 就从陈总那儿挖出了 他从小缺少富爱了 我在他的一个 他们官网上有一个 他跟一个 在一个高端访谈里边 跟一个记者的一个提 记者跟他的提问 他怎么说的 他在 他说 他在讲 其实如果说 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思路应该很清晰的 但是他在讲 他创业的过程的时候 突然被他 跟他父亲的一件小事 给打断了 那他就是受这个情节影响 然后突然被打断了 我当时原话说的是 我说我父亲 虽然是一个 是一个教博士生的导师 但是他不懂教育 我是这个理论 这都不用管他 他有他的判断 我们不要去 去揪着这些 先替他做完 接下来就说刘家勇 刘家勇老师就是 人格不是很独立 然后装优雅 还有他的问题 是最多最杂的 他经常会纠结 矛盾 从何数看出来 因为他在 其实有好多次 老板们都灭灯的时候 他留了灯 留了灯 但是他不是很坚信 不是很确定 所以他不自信 对 所以没有独立人格 对 他装优雅 怎么看出来的 是在老板变形记里边 有一次 他拿高脚杯 在喝红酒 但他 那喝红酒 应该是很轻松 很自然的样子 但他并不轻松 行 好 说完了刘家勇 我们不做评论 我们先说完 接下来说谁 接下来讲